在上次所表的时候 其实它的通货膨胀率不高 因为事实上在过去30多年 通货膨胀率都不高 而这一次呢 它的通货膨胀率在2月份 已经到7.9了 而3月份呢8%以上 而这个都是大概30年 40年以来最高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要出手当然就跟上次是完全不同 因此它出手比较重 我觉得是完全是合理的 但是即使是这么重的缩手 能不能压了下来还没人认识到 老师 为什么会觉得说 能不能压下来还不确定 是为什么吗 因为它的缩表 其实如果幅度加大的话 不是对于整个就是需求 还有通膨是有比较强烈的一些力道吗 现在的情况跟过去 有很多很大不同的地方 一个就是其实在过去 你可以拿30多年 当做一个整个阶段 就是全世界是一个物价 异常平稳的阶段 那个阶段大概从 中国大陆世界工厂 开始推出廉价的这个 民生用品开始 持续了 一直到大概到 大概到几年前为止了 它一直在压着全球的这个物价 始终都上不起来 甚至很多国家呢 日本尤其是如此 发生痛苦紧缩 有一段时间台湾也发生痛苦紧缩 就是那个力量实在太大了 所以你根本挡不住 那现在呢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这个阶段在中国大陆世界工厂关闭之后呢 这个阶段从此就不会再来了 从此你看到就是物价呢 没有任何力量在压制它 它只会往上升 很少看到会往下降的 所以这是头一个 就是现在跟过去 不论两年前还是过去三十年 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二就是 从2008年 这个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呢 这个美国联组会带头 那其他的这个先进国家呢 在内 他们一直在印钞票来救经济 而这种印钞票救经济的情况呢 大概到上一次 这个缩表的时候呢 总共累积起来呢 大概才4.3兆左右 可是这次呢 你看短短的 这个一两年的功夫 从2020开始到现在 已经快到9兆了 所以全球这个资金泛滥的程度呢 也不是过去可以相比的 因此这么泛滥的资金呢 如果要造成头膨胀的话 它要压制力量 绝对是比过去要强大很多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在现在所碰到的很多的危机 里面也都是过去没有见过的 比如说这个俄国侵略乌克兰 这是没有见过的 那另外就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 全球的供应链断掉了 而且因为美中对抗 所以分身两半 这个也是过去没有的 还有呢 就是新冠疫情 把全球经济打弯 把运输的这个时间拖长 运输成本提高 这些都会使得 这个生产成本提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进到一个很特别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 不是一件事两件事 是让物价升高 是很多事情同时 在推高物价 所以要压制这次通风仗 是非常艰巨的人物 所以这样加起来其实我大概算了到年底的话 利率会到大概2.5%左右 那可是他三月的时候 我记得上一次跟老师录影 就有看到他们的预测说到今年大概是到1.9% 所以等于是他们才开完会没多久 他们就等于是推翻了他们当初的这个预测 明年他的预估原本是到2.8% 所以明年还会再更高 所以是代表说他们开了那一次会议 那个预测效果不就很差吗 那你当初才多久以前讲 然后现在完全又是不同的态度 这不是我们头一次说吧 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联准会的这个会议的结果 他们的这表现的态度 我们都说这些联准会的这些官员们 事实上他们的这个预测能力太差了 他们对整个的世界大事的这个发展 他们几乎是蒙然无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做的很多决策都严重落后于现实的情况 可是人家不是说通膨是一种预期心理吗 就是你的政策绝对落后于大家预期心理 那他现在会不会有点像是已经脱江爷 然后他现在要努力的追 可是追得上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在通膨这个火苗刚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全力去把它浇齐的话 也许你还可以很快看到一些效果 但如果你每次都是提一小湖水去浇一浇 结果这火就越烧越大 烧到现在你发现好像我一大桶水下去都没有用 这个时候就变成是有点失控的状态了 当然这里面还要看一个因素了 就是如果在这一年之内呢 有几件事情发生了 比如说一个就是乌尔战争停火了 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都恢复它的这些能源跟粮食的这个供应了 一个就是新冠疫情终于过去了 所以全球的航运全球的这个供应链慢慢的恢复正常 如果这样的情况都发生的话 可能物价往上飙的地度可能就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么严重 可是供应链要恢复了 然后还有粮食跟能源的提供 三到五个月之内要恢复其实是困难的 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 对的确如此 而且是这样就是即使供应链能够慢慢恢复了 即使航运比较顺畅了 如果是我们刚刚说的 新冠疫情假定过去了 如果乌尔战争停火了 它可能带来另外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就是它可能造成全球经济突然之间就发发性的繁荣起来 我们在目前所看到的通火膨胀是一个最坏的通火膨胀 就是它是基本上是供给面造成的 就是原物料啊 能源啊 粮食啊 的短缺所造成的 这种通火膨胀呢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成本推动通火膨胀呢 通常呢 它一方面会让物价升高 一方面通常会打击到经济的这个发展 那如果呢 因为疫情高一段落了 因为物业战争停火了 而全球呢 开始大家欢欣鼓舞 就开始让这个经济呢 非常的繁荣热络的话呢 那个时候就变成需求拉动了通火膨胀 所以它变成另外一种形态 而这种形态通火膨胀呢 虽然形态不一样 但是通火膨胀幅度呢 可能不会减缓 升息把市场利率抬高了 而缩表呢 让过去泛滥的资金开始减缩了 所以这两者对股市都非常不利 那这样房市呢 其实房市的情况也差不多 因为房市呢 也是一样就是 看这个尤其是利率 房市受利率影响最大 因为现在买房子 大概都是借款去买的 所以利率越高 表示他买房子 将来要负担的成本是越高的 原来呢 在利率很低的时候呢 你觉得买房子很划算 只要利率升高了 你后面的这些这个 还款的这个成本呢 就会不断上升高 所以跟你原来的盘算是不一样的 因为买房子 它不是说我付钱付一年就完了 我可能要付二十年 甚至付三十年 所以如果后面的 这么大的一个拖累 不断再加重的话 我可能承担不起 所以买房子 它对于利率的高低呢 非常敏感 如果现在呢 利率升高了 买房子的这个医院 当然会受到打击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物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